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东部事件 现在是中午事件 这个澳大利亚天空新闻啊 最近有一篇新的纪录片揭示了进一步的证据 证明了精心策划的努力以推动Coin 19 来自自然起源的说法 这个天空新闻发布了一系列的这个报道 专门的各种报道 今天最新的报道是 就随着福奇领导的精心策划的努力 破坏实验室来源理论 中央情报分析师 前CIA的分析师被曝光 被贿赂 改变了对Coin 19起源的立场 所有的贿赂就是通过某种方式给他钱 让他改变 本来他认为Coin 19就是来自实验室的立场 这是天空新闻最新的一个 他尽管有证据显示 该病毒很可能是从武汉病毒实验室出来的 但情报官员和科学界 已经公开谈论了精心策划的努力 以推动Coin 19去有自然起源的说法 这澳大利亚天空新闻的新纪录片 说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 中马克森揭示了 有关导致2020年世界陷入停滞的 大流行病起源的爆炸性新证据 这个马克森说 在与多个美国情报机构的官员 以及参与幕后讨论的高级 高级卫生 科学家交谈时 揭示了实验室来源理论是如何被故意压制的 一门爆料人声称 支持实验室来源理论的中央情报局分析时 甚至被贿赂以改变其立场 以转移人们对中共国和武汉实验室的研究所的关注 前美国情报总监克拉德克里夫告诉沙里说 武汉病毒的COVID-19最有可能起源就是武汉实验室 病毒研究所 那些掌握最多数据 最有智慧的人 最聪明的都会告诉你同样的事情 这就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 这是一种确定性 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 我们看 除此之外 他这边报道还说 天空新闻纪录片 概述了福奇博士如何推动 COVID-19具有自然起源的说法 今晚一些科学家私下表示 实验室来源 他妈的很可能发生 并感叹他们将政治入入了科学 在美国国会迫使福奇 国会的传媒迫使福奇 和负责检验 检查病毒起源的科学家之间的数百封电子游线 消息被公开之后 私论讨论 被曝光 他们的私论讨论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 迪南诺告诉沙利 科学家之间的私人信息 清楚地表明了 为了表达某种叙述 而精轻策划的努力 就会表明来自私人 参与讨论的一位公职人员 罗布特·卡德莱克 说他当时是 卫生与公共助理部长 负责准备和应对 从技术上讲 他是福奇博士的上级 在天空新闻纪录片 独家采访中 卡德莱克 博士告诉沙利说 他与福奇博士进行了讨论 他们故意决定 淡化实验室来源的理论 这位前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官员表示 他们希望避免人们 指控美国参与 可能制造该病毒的研究 但福奇博士也担心 保护自己的生育 他说更严重的是 他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以及通过生态监控联盟 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供的资助 所支持的内容 没有很好的了解 说白了就是 没有很好的监督 在加入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之前 卡德莱克博士 曾任美国参议院 情报委员会副主任 他向来历谈到了 周宇森博士的工作 他的疫苗研究 可能是导致全球大流行的原因 说周宇森是最早发布 COVID-19疫苗专利的人之一 卡德莱克博士说 这位周宇森 可以说是2019年 就开始研究该疫苗 为什么能够研究 那肯定早就有病毒 才有疫苗 这就是我们的评估 而且并且是基于 他想做的事情 然后周宇森 大家知道 现在都认为 他可能是怎么死的 他的死因 都是一种 各种合理的可能性 都有 这里 他们又推出另外一篇 天空新闻 是英国间谍机构 军情六处M16 MI6 前负责人 理查德 迪尔诺夫 绝世 透露他发现的 以COVID-19起源 调查有关的最重要进展 他告诉 澳大利亚天空新闻主持人 沙利·马克森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发现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 合法科学辩论 实际上在世界各地 受到了积极压制 理查德爵士 在马克森女士 关于COVID-19大流行起源的 新纪录片 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中 提供了他的见解 他说 李查德爵士 在1999年到2004年担任 军情六处的主任 他讨论了围绕 COVID-19起源的争论 以及美国最资深的 传染病学家 福奇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现在通过信息自由 非常清楚地了解了 举行哪些会议 发生了什么 他们提出了论点的一方面 出于我完全不完全理解的原因 他们决定支持这一观点 并绝对确保 相反的观点 不会得到任何氧气 或媒体宣传 就是来自实验室的观点 不会得到宣传 马克森女士表示 福奇没有揭露 科学家们的秘密怀疑 而是转移了人们 对实验室来源理论的注意力 大家看 这个天空新闻 这个一连 挤发不断地 对新冠病毒起源调查的 最新的各种重磅的采访 这些都是有重要依据的 上个礼拜 是吧 名利场 大家也看到了 名利场的这片 采访了60多位 全球的各种资深专家 都在验证一个事情 就是 这个新冠是来自实验室 这样一个事实 都这么认为的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不但 现在还未觉 还没有追责 现在反而还被压制 当然了 这都是过程 因为事实最终 一定会被公布于众 最终 大家都一定会看到 它就是来自中共的 武汉实验室 并且是生物器 中国国会 中共问题委员会 也发布了 昨天 发布了一子 关于这个加州 生物实验室 非法生物实验室 的一个采访 一个视频 当 里德里 的地方官员发现 这个非法的生物实验室 时 那里有转 基因小数 有各种设备 有 装有 埃博拉病毒 埃兹病毒的危险 病原体的小瓶子 当他们致电 疾控中心 和FDA时 他们拒绝调查 CTC在很多情况下 都挂断了 他们的电话 是吧 我们还发现 该生物实验室的 所有者 朱家贝 是一名逃犯 他是非法入境的 他正在逃避一项 针对他3.3亿 知识产权的判决 他还收到 来自中国的 各种不明电汇 总额达 两百万美元 他是一个中国公民 根本原因是 我们没有 适当的 警戒线 你可以在网上 非法购买一些东西 我们需要 对这样的生物实验室 进行更大的 深度防御 我们不能让 这样的事情 再次发生 我们需要 支持 地方官员 而不是 在他们给 联邦政府打电话时 挂断他们的电话 看啊 就是说 这几个 两个事情 它是结合在一起的 生物实验室 中共 在加州的 非法生物实验室 这里 没有停 一直在说 是吧 一直在 不断的 让人们知道 这个危害 并且让人们知道 美国的法律的 现在缺失 美国联邦政府 相关的机构的 官僚 是吧 不去调查 推辞了 然后呢 中共如何 用各种方式 是吧 渗透 甚至 伪造 假证件 直接非法入境美国 非法入境 它怎么入境美国的 怎么来的假身份 是吧 这些都是问题 这种假的身份 就告诉你 它是 它怎么造假身份 那就是中共政府 配合 才可以造得了的 你一般人 哪造得了 是吧 你在美国能造吗 造不出来 假身份 是要假的ID 是吧 假的中国公民的护照 这所有的 一整套 你在银行开户 因为你能逃过 美国的入境 美国的 各种 入境的审查 国土安全部的审查 是不是 那就是 它的假身份 造得跟真的一样 就是说白 中共 官方发布的 就是 假的真身份 是吧 就跟国一样 说白了 是不是 因为你只有 中共官方确认 这个人是他 除非你能证据证明 不是他 随便 拿一个护照的名字 过来 不就得了吗 那这 美国 它都逃不过 是吧 美国的监督 美国的现在 全面的 朱家贝 验证 它就是 这个David 和就是朱家贝 这是第一 第二 这里头 美国不断的追 追问 这到底咋回事 是不是 这个追查 不断的push 往前推动 在媒体上 不断的发酵 就让美国人 知道 这个新冠 这个疫情 中共的这种 超限生物战 没有停 别被别的东西 带歪了 风向 然后最后 就不记得了 疫情 给美国带来的 巨大的灾难 加上现在 中共 国 现有的 正在 爆发的 不明 肺炎的 这样的 一个疫情 是不是 就是 随时都有可能 来到美国 甚至全世界 甚至 就算这一次没有 那肯定 随时还会有 也的 因为中共 在家中 能做一个 这样的实验室 它就在美国 任何地方 它都可以搞一个 它可以造一个 先有的 这个出价被 可以给它造一个身份 那就可以可以造一百个 一千个 一万个 各种各样的身份 它可以给一家打两百万 那它 每一家 两百万能做多少事 在美国 两百万美元 这还是只是查到的 如果没查到的 各种 它只是从中国 收到了 都两百万 那没从中国 收到了 从别的地方 收到的 那不是更多 来想想 是不是 有资金 然后给你造身份 造各种 护照身份 假身份 逃避美国的 追查 然后 还可以 给你准备这么多病毒 以及各种病原体 这些 这就告你 并且 还在当地 什么CDC 或FDA 打电话去问 打电话去 都没有人推动 它的整个调查 就是在 某些方面 你看CDC 一定是 也是跟夫妻他们 可能都有关系 说实话 就中共 在这个生物界 医疗界 在美国的渗透 极其深 说白了 就是当地的 市政府 市长 或者当地的官员 地方官员 都无法推动 这等于说 就是在美国 一个小的利益王国 这个利益王国 媒体都已经 曝光成这样了 他们都没有 任何的动静 是不是 所以 在结合 在结合 你看前段时间 名利场 写的那一篇 说是神武器 是吧 天文新闻 现在天天写的 这些 都在推动中 发酵中 就等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你看美国 现在 跟中共国的 活狗锻炼 也在全面 推动中 军事准备 也在全面 准备中 军事的物资 装备 以及 补给 也在准备中 随时 民意 也在 全面 唤醒中 美国的 经济 也在 恢复中 而中共国 是不是 和 中俄 也在 世界各地 挑各种 冲突 是吧 然后 试图 让美国 各方面 疲于奔命 破解 美国 现在 现有的 国际秩序 这些都是 大家 肉眼可见的 所以在 病毒 溯源 就是你 上一个病毒 如果溯源 都没有做到的话 中共就会觉得 它赢麻了 是吧 接下来 它做多少个 它都一点 设都没有 好 这就是咱们 这一期 最新 给大家分享的 最新的资讯 点赞 分享 再见